大家好,我是孙水年华 我现在在湖北 这里呢是属于当阳 我现在呢在隔离酒店 已经被隔离了很多天了 记得多少天 我也真的是记不住了 今天中午送饭的时候呢 工作人员跟我说 如果说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 明天早上我就可以离开这里了啊 我就可以走了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看一看 哇 蓝天白云啊 天气真的是太好太好了 我呢再洗漱一下 把身上的衣服都洗一下换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激动啊 每天呢对着窗户 整天看外面 哎终于可以出去了 朋友们说真的 我是比较担心的啊 我就又怕出什么 这个岔子 因为我进来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的 真的是比较特殊的啊 到就目前 目前为止 我们家的孩子 在我们家那一片 都是正常上学的 都是没有任何事情的啊 哎这又来了一辆车 哎他要走了 我当时好像就是坐这个车过来的 这是救护车 现在是晚上8点35分 先把这个药给喝了 喝完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喝这个药的时候 真的是很难受 但是已经喝了好几包了 已经习惯了啊 就没有那么难受了 明天就要出去了 给大家再说一下我这几天的这个心理这个变化啊 说句心理话 刚进来的时候呢 就是得知要进来的时候 心里呢是非常忐忑的啊 忐忑不安 因为没有这种经历 是第一次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 说句心理话 我是有点抵触的啊 因为我觉得在这里住的人 这有什么说什么 都是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对不对 我是不想来的 但是没有办法啊 就来了 来了之后呢 看到这个环境 就这个房间 这心里呢 还是有一些安慰的啊 还是可以的 每天呢 有三餐饭 早饭 中饭 晚饭 并且中午和晚上的时候呢 都有水果啊 真的是没得说 伙食没得说 环境没得说 就是各个方面 都是没得说啊 就如我喝这包中药的过程 是一样的 刚开始拿到 喝着真的是非常痛苦 喝完呢 还得打个抖 真是太难喝了 但是你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也就习惯了啊 并没有觉得它特别难喝 当然我在这里住的也一样 刚开始从忐忑不安 到住进来呢 也就那个样子了 然后过了几天 大家也看到了啊 之前的视频 说真的 内心呢 比较焦虑 比较着急 我记得网上 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啊 就是给你吃 给你住 你什么都不用干 再给你部电脑吧 电脑有的啊 我在这里 再给你部电脑 然后呢 再给你部手机 这样的生活 你想不想过 我是真的过上了啊 很多网友回复呢 说是想不过 可能你过不了几天啊 过不了几天 你就不想过了 这是真的 还是外面的世界比较精彩 朋友们 再说句这个心里话 这明天就要走了 这心里啊 还是有些不安 就跟我第一天出门一样啊 就这次旅游 第一天出门 在家里睡习惯了 突然间睡到车里 不习惯了 本来来到这里 不习惯 这睡了这么多天了 也习惯了 突然想着 又要睡在车里了 又要去 穷游咱们祖国了 这想想还是有点不习惯 不过没关系啊 这都是一个正常人的心理变化 等我在车上住两天了 那就习惯了 还有些网友呢 跟我留言 说四水年华 你这个心态确实是可以啊 也不看你着急 然后也没有什么抱怨啊 朋友们 说句心里话 你说我抱怨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从小就看那个香港的电影 怎么说的 人活着高兴也是一天 然后难受着也是一天啊 那我还不如活得高兴点的 对不对 如果说在这里发牢草抱怨 那也没有任何意义 那可能还要度日如年啊 这个心里度日如年 对不对 所以说没关系 没关系 该来的终究要来 不该来的呢 他不会来找你的啊 冥冥之中都是注定的 我非常相信这些话 朋友们说了这么多了 希望我拍的这个视频 能给你一定的帮助啊 因为以后的事情 大家都说不定 有可能有一天 你也会被隔离怎么样的 当然我也是不希望的 但是如果有的话 我估计你的心情 和我心情都是差不多的啊 从哄慌 然后到现在的坦然 未来的某一天 如果你接到电话了 需要你过来集中隔离的话 那你的环境和我的一样啊 甚至你比我的更好 这有什么说什么 住在这里呢 也并不孤单 每天早上 那个工作人员敲门 他都会跟你说 吃饭了 然后再过一会儿呢 然后工作人员敲门 然后量体温了没有 体温正不正常啊 这都是给你正常交流的 中午呢也是啊 敲门开饭了 吃饭了 每个门都敲到 然后吃饭的这句话 每个房间都说的 到下午给你送那个消毒毛巾 让你擦擦这些桌子啊 也都是非常客客气气的 他们从来没有说不耐烦的啊 今天我还问了一下 这里住了多少个人 大概有四五十个吧 他们是非常的辛苦啊 你看穿那个白衣服 然后反正都是萌起来的吧 看着挺厚的啊 也比较笨重的衣服我感觉 所以说他们是非常辛苦的 看到他们那个样子 我心里就更没有 乱七八糟的想法了啊 你想想吃的有 然后吃完就睡 或者说躺着休息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真的非常不错 晚上11点 睡了 希望明天不要再出什么查错 明天就可以走了 关灯了 休息了朋友们 明天就在这一天 吧